下面是我们的第五道题 可能有同学比较眼见 已经看到答案了 但是这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们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 在得出这个答案的过程中 我们又是怎么思考的 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已经怂了 说我做题其实就没有看到几个Delta 竟然出现了三个Delta 四个Delta DeltaV1 DeltaV2 DeltaV3 还有DeltaI 你让我怎么活 先一起看一下吧 电路中定值电阻的组织R 是大于我们电源的内阻小R的 将滑动变阻器向下滑动 那么这个电阻变大还是变小啊 这个电阻啊 我们用R1表是吧 它变小的 理想第二表电压是V1 V2和V3 它们变化量的绝对值分别是 DeltaV1 DeltaV2 DeltaV3 理想电流表变化的数值为 DeltaI 哎 球 首先我们看看啊 电流表是否怎么变化 比如说这个电路已经看得我疑乱了啊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路复远一下 看看这个电路到底本质上是什么样的电路啊 从证据出来 电流是吧 走 走 走着人不要走了嘛 我们经过电流表 再过去 是吧 电压表看它断路不就行了吗 走了一个九曲十八弯啊 会发现这个电路其实本质上很简单吧 这是什么电路啊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创建电路啊 这个电压表 测量是它两针的电压 这个电压表测量是它两针的电压 这个电压表测量是它两针 这两个电阻两针的电压之和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首先电流到底怎么变化 某一个电阻变小了 干总电阻变小了 干路电流应该变大 对 V2次数啊 V2是谁呢 V2测量是它们两针的电压之和 它变小之后 它们俩电阻之和数变小了 电阻之和变小之后 两针的分压是不是就变小了 所以呢 电压的次数应该是 V2应该是变小的 下面比较有些的是 dataV3比较dataI 以及dataV1V2的关系 这东西分起来会特别麻烦 首先我们先把C搞定吧 dataV3和dataI这样的关系 以后啊 咱们遇到类似的问题 问你什么变化量这样的关系 你先得把V和I的关系搞定 下面再做起来才比较简单 举例子吧 比如说 Y等于KX是吧 你把这个函数写出来了 傻子都会知道 dataY比上dataX等于K 是吧 先把我们的函数关系写出来 再去写德套尔关系就非常的简单了 比如说我们看看V3和I什么关系啊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V3 我们用U3表示吧 U3它肯定是以I乘以R3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吧 应该R1啊 写错了啊 是吧 电流乘以它的电阻等于V3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吧 而写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你发现这个数字我比较不出来 因为在电流变化的过程中 R1也在变化 所以我们都可以写 dataU3比上dataI 等于我们的R1吧 R1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量 我们得想办法把这函数写成 变化的量特别少 至少只有两个啊 固定量 其他都是固定的量 怎么写呢 想想我们的客人开始想的那个数字 叫做U等于E减去I乘以R 那个数字是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 虽然数字写得复杂了 但是我们固定的量多了 变化的量就少了吧 在这个题目中完全相同的做法 是吧 U3呢 完全可以写成这样的数字啊 什么数字呢 E减去I 能理解吗 它两次的电压 等于电动式减去它两次的电压 再减去内电压 是不是就O了 这个字写完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眼的看到 dataV3 底上dataI等于什么啊 它应该等于大R加小R 当然应该比我们的小R要大 所以呢 C是对的 那么再看看我们的D 教育是个非常好的题目 它每一个选项都很有教育意义啊 说dataV1和dataV2的关系啊 有人看啊 这是V1 这是V2 是吧 哦 我明白了 是吧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V1 加上V3 等于V2 是这样吧 V1加V3等于V2 你看 当我们这个电阻变小的时候 V3是变小的 我们都知道是吧 电阻变小 V3会变小 然后呢 电阻变小 总电阻就会变小 V2测量的是我们这个外电阻之和 是不是 所以V2它也会变小 V1呢 它测量的是R呢 那电压 是吧 它呢 它会变大 因为别的电阻一旦变小的时候 它自己的分压就会变大吧 它就会变大 所以我们就能推导出来 是不是应该我们这个V1的变化量 应该比V2的变化量要大呢 你看 它变大了 它变小了 它也变小了 虽然它的变化量应该比它的变化量要大 能不能这么说呢 很容易出现这种错觉啊 但是就是错 我们举例吧 比如说它变大了一幅 它变小了四幅 它变小了三幅 能说它的变化量比它的变化量大吗 不行啊 这种错觉很容易诞生 但是很容易否定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怎么分析这个V1和V2的关系呢 变大V1和变大V2的关系呢 其实方法呢 和我们C是一样的 也是要写函数 你不写函数真的是分析不出来 怎么给写函数法呢 看一下啊 和刚才C选上类似 我们也可以把V1V2写出这样的函数 首先V10多少呢 V1是不可以直接写成I乘以啊 是吧 因为R是个固定能量 V2呢 是什么呢 V2能不能写成I乘以啊 2加I1 能不能写这个式子啊 能不能写啊 不能这样写是吧 因为这个式子中右边 所以这个I1是个变化的量 写完之后这里面变量太多了 根本就分析不出来 dataV2 dataI等于什么东西 必须写完之后 我们等候的左边和右边 都只有一个能变得量 其他量都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式子不能这样写 那应该怎么写呢 V2是不是我们的外边啊 你看 V2测量的是 它和它两张地产织合 所以完全可以写成这样的式子 那所以很多问题就变得非常的清楚了 比如说 dataV1比方dataI等于大 dataV2比方dataI等于小R 因为大R大于小R 所以呢 dataV1大于dataV2 现在明白了吧 所以以后呢 绝大部分 不是所有的 绝大部分 需要你们判断什么dataU dataI的问题 都是需要你把这个表达式给写出来 写出表达式之后 下面我们的分析才比较简单 而且这个表达式一定要注意 它写的方式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让你写出表达式里面 它的变量 最好只有两个 其他量写成固定的量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从容的进行分析 当然应该选择ACD 大家都知道 是吧 刚才已经看到了 但能够想到的很少 这六大题 这六大题啊 这六大题的话 延续了刚才第五题的思路 但是难度呢 其实没有那么大 如图锁式的电路中 K1K2一开始都是闭合的 现在把K1断开 然后呢 电流表电压表发生了变化 ΔU比ΔI等于M1 再转开K2 然后呢 发现ΔU比ΔI等于我们的M2 你这R2小于R3 求M1和M2的比值大小 应该等于多少 其实啊 这个题目它有很多的 叫做 会议小女士听的条件在里面 其实我们究竟本质 这个U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U就是我们的外电压 这个I就是我们的干动电流 所以你不要管什么 R1R3是不是 他们都特别麻烦 让你求一个 B连电阻组就把你弄死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写不就行了吗 U等于E-R2 是吧 所以呢 无论你这个R2R3R4R5R6RN 这么变化 它改变着 无非是我们的外电压而已 是吧 你第一次改变之后呢 电流电压改变了 他们的比值肯定应该是小R ΔU1比上ΔI 它肯定得有小R 你第二次再不少就改变了 无论变大还是变小 ΔU2比上ΔI 它肯定还是小R 是吧 你在这边加上一个电子 减制一个电阻 并连一个电阻 或者再串连一个电阻 无非是改变我们外面的电压 是吧 和你在外面加上一个滑动电阻器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个式子仍然是正确的 而我们的ΔU比ΔI 永远都等于小R 所以答案 以目了言 选哪个 选择我们的B选择M1 它等于M2 第七大戏 有所事呢 我们电源电阻是E 内阻是2 滑动电阻器从左端向 从右端往左端环动 从右 这个电阻就变大变小 变小是吧 那么发现电压表 两个电压表的变化的指定值 分别是ΔU1ΔU2 下面说法证据的是 首先1和2呢 它无非是个串反并同的问题吧 这个变阻变小 和它串联的L1变牛变大 和它串联的L2变牛变大 和它变连的L3变牛变小 是吧 至于这个电阻就不用看了 是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降流电阻 是吧 本质上就他们俩 先串联和它变连之后 再和它串联吧 所以呢 灯泡L1变量 L2变量 L3变暗 选B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 它说我们电源的效率降低了 要注意 效率和功率它不是一个东西 效率和功率不是一个东西 效率是什么东西呢 效率是这个东西是吧 我们可以把一个电路看成 一个类组啊 和我们的外电路 是不是可以看成这样的电路吧 一般的电路可以看成这样的电路是吧 外界电路和我们的类组 是个串联关系 它们的分压之比 等于它们的电路之比 它们的功率之比 也等于它们的电路之比 所以呢 它做了很多功 和它们两上 分大的功率之比 就是大比小R 所以效率就应该是大R 大R加小R 真的假的吧 所以外界电阻越大 我们的效率就越大 外界电阻越小 我们的效率也就越低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这一个题目中 当我们P从右往左移动的时候 这个电阻它变小了 总电阻也会随之变小 总电阻一旦变小之后 我们电源的效率 必然也会随之变小 对了 好 B和所以都没有问题了 是吧 所以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 也要看清楚 到底这要题 不能是功率 还是效率 最后一个 这大U1 它等于这大U2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当我们这个电阻变小的时候 这个U1和它是不是 一个串的并联关系 所以U1呢 它的世俗必然也会变小 这并聪是不是 这个U2呢 跟它其实是一个 串点关系吧 U2的次数 必然会变大 什么情况下 这它U1等于这它U2呢 是不是说我们的U1 加上一个U2 等于一个定值的时候 这时候呢 U1增加多少 U2就会相应的减小多少 但是这要题是不是这样呢 U1加U2是不是定值呢 不是 当你改变我们这个电路的时候 这个电阻变小了 干路电流会变大 内电阻上的分压会变大 我们的外电阻的分压 也就是我们的外电压 它会变小 所以并不是定值 而是变小的 所以呢 并不是德塔U1 U1等于德塔U1 大家应该选择B和Z 两个选项 第八道题 L1 L2 L3是三个相同的灯泡 变阻器 P在向上移动过程度 向上移动 它往上移动 建阻应该是变小的 下面正确的 这个和刚才七分是一样的吧 它和它是一个串点关系 串反 它变小 它的电流会变大 它和它这个B连关系 建阻方向相同 它和它是一个串点关系 所以L1 L3会变亮 L2会变暗 E3亮 E亮 L3暗 不对 L2变暗 L3变亮 它对的 然后呢 L1的电流变化量 大于L3的电流变化量 L1的电流变化量 小于L2的电流变化量 我们来看一看电流的变化量 首先呢 看谁呢 看他 首先看看这个 就是I1是吧 是I2 是I3 那么I1 I2 I3是什么关系呢 I1 加上I2 等于I3 在这个例子中 首先 I1是变大的 我们知道 I2是变小的 I3是变大的 所以如果问你L1的电流变化量 和L3的电流变化量 你觉得哪个变化更大一样 肯定是L1的电流变化量更大 没错吧 因为I1变化量 减去I2变化量 等于I3变化量嘛 就差不多对了 不对 L1的电流变化量 小于L2的电流变化量 那对不对呢 这个不对吧 正是由于L1变大的 比L2变小的要多 所以呢 我们的总电流才会变大吧 所以它也是有问题啊 这个虽然也是分析变化量 但是分析的不是那么精细啊 所以呢 我们直接通过那个式子 就能分析了是吧 两个资助的电流 等于第三 等于我们干度电流吧 通过那个式子 就可以直接把C和D两个选项 都判断一遍啊 C是对的啊 D是错的 当然应该选择B选项 以及C选项 所以我们其实会发现就是 一般来说 判断这个变化量 有两种输入啊 一种就是我们写出表达式 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两三道题的啊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这道题的啊 写出我们这个 干路和制度电流关系 判断它的变大变小 再去判断结果 它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如果它能判断出来 就用它判断 如果判断不出来 就用我们前面那个 写表达式的方法 下面看看第九题啊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是个韩荣电路 但韩荣电路千万不用担心啊 我们之前已经强调过了 韩荣电路无非是把这个电容 看成一个电压表就可以了 电面电动式是E 类组是R R0是一个定制电阻 电容是C B和开关S 增加我们可变电阻R的值 电压表的次数变化是ΔU 电容表的次数变化是ΔI 折 看一下啊 第一个说ΔUΔI不变 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U和I的关系是吧 U和I的关系可以减成I乘以R 但我们知道这样不行 因为R是一个变化的量 所以写成这样会很好啊 U等于E 减去I R0加上R 而这个次数又非常棒 因为它里面只有两个变化的量 一个是U 一个是I 这样分析起来会比较从容 加上U 比方加上I 肯定等于R0加上小R 对的 电压表的次数U 和电流表的次数I 比值不变 而这个肯定是错的 是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U等于I乘以R U比I等于R 这个R就是我们这个可变建筑的组织 从头到尾一直在变化 没错吧 这两式的都可以用啊 那么C啊 R0两段的电压变小 减小量为ΔU 这个对不对啊 R0两段的电压变小 减小量为ΔU 对不对啊 这个负义方法和我们前面那个ΔU1 ΔU2是一样的吧 要使它两段的电压变化量 和它两段的电压变化量 相同 是有全体的 要求它们两个电压之和 是保持不变的 是吧 也就是它两段电压之和 和它两段电压之和 保持是不变的 这样的话 它变大了多少 它就会变小多少 它变小多少 它就会变大多少 是吧 但这个情况起然不是这样吧 当我们这个电阻变大的时候 这两端的总电压 它也会变大 所以它上段的量 应该比它下降的量要什么 要多才行吧 所以呢 C呢 错的 最后一个说 电容器的带电量增加 增加量为C乘以这它U 对不对呢 这个非常的弱 是吧 很简单是吧 它两段电压增加了U 那么电容器的带电量 必然也会增加 一个C乘以这它U 所以这套器D呢 它也是个正确选项 是吧 最弱的一个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A选项 以及我们的4D选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的题目也就做完了 最后呢 对于今天的课程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是吧 那么对于这种电路的 动态分析问题的话 如果比较简单的话 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 叫Ora 叫做串反并同 一般来说都可以得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于稍微难一点题目 分析变化量 这些关系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 我们写出 类似于那种 I1加I2 等于I3的式子 是吧 通常分析它 我们能分析很多东西 是吧 借助这个式子和串反并同 那个原则 去判断 你就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是吧 比如说 I1肯定比 I3的变化量要大 I1的变化量肯定比 I2的变化量要大 是吧 但如果分析 I2和I3 可能就不行了 如果说它不行 我们使用另外一个杀手锏 写表达式 写表达式的时候呢 尽量避免类似于 U等于I乘以R R是一个变量这种情况 要把它写成U等于 一减二乘以R 这样的话 我们变量特别少 分析起来会比较的通融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算了 这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